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的一生都是可以得到上天的庇佑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显得极其的轻松 小时候成绩休息 可以始终保持名列前茅的状态 进入职场后可以得到上司的青睐 从而坐到领导层的位置 总之 孩子都是能够在所处的领域 也能够拥有很多的财富 二 声音奇怪 在有福之子诞生之前 家长们可能会听到各种极奇怪怪的声音 像是动物发出来的声音 又像是神发出来的声音 总之会让人感到十分的惊奇 犹如天籁之音般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意味着即将出生的孩子 将会成为一个有福之人 他们的一生不会遇到太多的阻挠和困境 会时不时的遇到意外之喜 生活幸福而美满 尤其是到了晚年的时候 手头很富足 每天都可以做足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不会为了金钱而感到担忧 三 开花结果 如果说柜子要诞生 家里的植物可能是会开花结果 而这也说明了这个家庭的房宅风调雨顺 家里的后辈子孙运势旺盛 意味着整个家族的枝繁叶貌 这是家庭里要出柜子的一种预兆 好梦 有一些梦是梦回过往 还有一些梦是隐去未来 如果一个家里怀孕的女性 好梦不断 或者是一对夫妻好梦连连 这容易意味着整个家里有柜子要出现的预兆 毕竟梦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生活状态的另一种显示方式 心情愉悦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美梦 四 喜鹊迎门 有福气的孩子出生前 家中会经常迎来飞来喜鹊 象征着吉祥如意 福气临门 如果喜鹊飞上屋顶 说明家里将会出现柜子 生出的孩子是非常有福气的 能够给家里带来无限的荣耀 五 带来福育 孩子若是有福气的话 就会给家里带来不少的好育 孩子在出生之前 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和睦 平时的一些小争执和矛盾也都会一一化解 家庭氛围十分的和谐 很少再为琐事争吵 在孩子出生之后 家人更是相互的体谅包容 尤其是伴侣之间感情深厚 充满了幸福与美好 六 天生异象 通常这里带有福气的孩子出生的时候 天空会产生异象 比如正在下雨的时候突然出现太阳 冬天下雨或者是突然狂风不止 让人觉得天气异常 这种天下的变化都预示着 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是非常有福气的人 二 这些天出生的孩子是有福气之人 一 农历初七 初六 初八那天出生的儿童 在农历初一 初六 初八那天出生的孩子 都非常的聪明的头脑 所以他们在事物中是处事非常的精明 拥有着一辈子都用不完的福气 所以他们会在财富中变得更好 此外 出生在这三天的孩子 也能够给他们的父母带来更较好的运气 他们不仅有助于父亲和母亲的财运 而且在官运上也有很大的帮助 天生就是非常富有的人 二 农历初七 十七 二十七那天出生的儿童 如果孩子出生在农历初七 十七 二十七 那么他们的财富中就有了好的运势了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会给父母带来财富的运势 并且上升好几个等次 这几天出生的小孩性格比较内向 但对长辈是很孝顺的哦 所以他们很喜欢腾出时间来照顾好家人 家庭事业两坚固 虔诚并不错 一般都会是出人头地 三 农历十七 二十 二十六那天出生的儿童 对那些出生在农历十七 二十 二十六那天的人来说 他们天生就是万夫命 不仅万夫还望自己的母亲 而在这一天出生的小孩 都是可以给父母带来很不错的运势 他带来了很多的好运 使家庭生活中就有越来越多的父亲 再者虽然性格上有一些急躁的脾气 但他们对长辈是很孝顺的 世界上具有着一番大的作为 四 农历十九出生的孩子 这一天出生的人一生都带有福气 而且很有福源 他们总是喜欢帮助人积累好运 但是因为心肠太软和太善良了 总是被很多人利用欺负 年轻的时候过得不是很顺利 但是在经历很多困难和麻烦 不管是工作的曲折还是生活的波折 等到他们三十五岁之后 他们之前付出的都开始有所汇报了 就算是有小小的帮助 也能够得到很大的福报 中年开始事事顺行 顺风顺水 到了晚年更是福气深厚 只要是心善 好运必定会在后半生 五 农历胡九号出生的孩子 在五号和九号出生的朋友 命迪五星属火 而胡代表着财运 但是也正是因为命迪火运太旺 早年多心酸苦楚 又因为命中火运的旺盛 才有了徐兰运转的好机具 在这两个日子出生的朋友 哪怕是一生经历再多的辛苦 在中年之后 依旧会徐兰运转 得命运眷顾 成为有钱人享受美好的生活 才这几个月出生的孩子 是有福气之人 以五月诞生的孩子有福 五月新生的脉胞善良大方 中一两全比较的积极 他们心直口快 兄弟难靠 能够沉稳住气 做事认真负责 从小认真学习 努力上进 是同学们的好榜样 步入社会之后 他们对待工作也非常的负责 不仅将自己的分内工作做好 还能够拓展思维 有创新精神 他们出外风光好 一路有足余 广交朋友 他们性格林地 一生安康 富贵荣华 能够建功立业 他们命中带着正才 得体大方 一生有福有财 二 八月诞生的孩子有福 八月降生的小孩 福气满满 财运旺盛 属于富贵之命 家人条件非常好 加上自己的努力拼搏 所以会拥有非常好的人生 他们的命中有非常强大的聚财能力 可以聚集很多的财富 财富越积越多 自然就可以成为成功的人 他们一生顺遂 就算是遇到匿迹 也能够快速地度过 运势走上坡路 他们个人运较为发达 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 能够在个人的指点下逢凶化吉 富贵可求 前途无量 裁员滚滚 三 九月诞生的孩子有福 一般到了九月 气温虽然是还有点高 但我们一般都会称之为秋老虎 热也热不了几天了 用不着国庆气温 就会变得比较舒服 这个时候生孩子也没有那么热 坐月子也不用嚎着 开着空调 热得一身汗 还不敢随便的乱洗澡 而且这个月也是收获的季节 同样有很多好吃的 宝妈和孩子都有口福了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 我们都知道孩子上学 是有年龄限制的 孩子在这个月份 满六多岁就可以上学来 不用再拖着来 当然了 月份这也是客观的原因 孩子出生之后就没有福气 宝妈坐月子孰不孰心 其实更多的还是看身边的人 十月诞生的孩子又福 十月出生的宝宝 一身即行高躁 一路充足 他们属于是富贵夫妻命 聪明伶俐 为人和善 在生活过程中 能够获得很好的人缘 他们天生运势强盛 在学习的过程中 表现得良好 学业上比较的成功 日常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反忧 他们在中年之时 运势持续的上涨 事业发展稳当 少有烦扰和困扰 晚年之后的运势 昌龙新盛 事业家庭双丰收 人生幸福美满 出生自带福气的孩子 以后的生活将是非常顺利的 能够得到很多的祝福 积累好运 但是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波折 需要通过自身去化解 付出一些行动 为自己的前程打下基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